昨天早上六點多花蓮市有一家酒吧裡面發生糾紛 原來是一名女子懷疑男友跟別人搞暧昧 居然衝進去店裡面出手攻擊 男子也是不甘示弱 馬上反擊 警方獲報趕到現場 沒有想到男子和他的哥哥不斷出言挑釁 還試圖動手 圓景只好出動辣椒水 最後把兩個人都帶回管束 我請他在旁邊喔 我就噴辣椒水 你再過我就噴辣椒水 紫衣男無視遠景呵斥不斷靠近並打聲叫囂 情緒十分激動 因為他幾分鐘前才在酒吧與人互毆 十三號上午六點多花蓮市國聯二路酒吧內 女子進店後走到桌邊就朝一名男子出手攻擊 男子見狀也馬上反擊 一旁的朋友嚇得趕緊將兩人分開 沒想到氣氛才有縮緩和 女子氣不過拿起一旁的頓物又要傷人 直到再次被拉開 女子攤倒在地 雙方才結束衝突 據瞭解鄭姓女子和侯姓男子是情侶關係 鄭女懷疑男友和其他人搞曖昧 雙方酒後起爭執才會爆發衝突 警方互報後趕往現場 沒想到紫衣男的哥哥火氣也很大 兄弟兩人不斷對遠景標罵三字經 動手又動腳 場面一度失控 警方隨即使用辣椒水反制 後續警方將兩名男子帶回管束 女子則是過程中不慎手掌受傷被送醫治療 雖然交往難免有爭執 不過兩人直接在公共場合上 讓全武漢火氣未免也太大 記者綜合報導